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我家最默契的环节了 那今天首先要接受 这个夫妻默契考验的 是我们的杨云跟杨威 规则非常的简单 主持人会依次爆出一些题目 听到这个题目之后 下意识地来做一个动作 看看两个人动作 是不是一样好不好 夫妻默契大考验游戏规则 夫妻两人站在隔板两边 根据主持人给出的题目 做出反应 动作一致则得一分 明星夫妻的默契残酷考验 谁能更胜一筹 来 首先第一个动作 夺冠 这算吗 算 因为男生夺冠跟女生 我们问一下小鹏算不算 我就是不算 当然 因为你是对手啊 可是男生夺冠跟女生夺冠 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好 所以要凭第一反应 好 第二个请听题 撒娇 翁 ler Cher 接下来我们来看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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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升气了 积分 积分 一模一样 老伯生气的什么样呢 积分 积分 哈哈 快 你是不是做了还是没做 就是没什么表情啊就 好 我问一下杨威 杨云什么时候会生气 经常会生气 听到你唱歌会生气吗 我表现不好啊 杨阳表现不好啊 我来问一下 在您家什么就叫做表现不好 比如说杨威不洗澡啊 杨威你老不洗澡吗 我爱洗澡 好 下一题准备 作家务 计分 一样 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一样一样的 小彭这边有压力啊 好 下一题 蜘蛛侠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在家就培训些这种东西吧 是不是啊杨主任 好 祝贺鸡五分 杨阳 杨阳说她也会蜘蛛 杨阳来一个蜘蛛 你的蜘蛛侠 也是这个手 真的一模一样 看着看着腿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 我们小彭跟安琪来咯 默契十足的杨威夫妇 竟然一口气答对五题 面对如此强大的战绩 李小鹏夫妇 能否六题全中 逆转战局 我们听第一题 第一题 第一题 李小鹏经典的体操 体操动作是什么 走 这没法表演 为什么会为难 太多了 所以包括你我也觉得 好像经典的时候 我在想到李小鹏跳 李小鹏跳 我要做一个箭子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 就行五百九百度 我在想怎么做 为什么是你的错 只要是跟老婆有不同 就是你的错 对吗 对 纯爷们这是 好 下一题 请听题 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 你们要做的是什么 好 安琪在做饭 在做饭 然后小彭在干嘛 照镜子看手机 对 还是看手机 觉得她的是对的 然后安琪觉得 自己有点不对 起床不会直接先做饭 先要看看手机 相信很多人都这样 好 第三题 请听题 我爱你 一个选择用嘴 一个选择用心 其实他每一次 跟我说的时候 他不想说的时候 有时候距离远的话 他就会比划 对 对 我记得很 就是这个动作用了很多 所以他喜欢说的 做的我爱你就是 就是 爱 对对对 爱心要炸开 太爱了 比如说很远的时候 看到 我也 够了好吗 小彭啊 虽然你俩恩爱有加 但是前三题都全军覆没了 还是赶紧打起十二分精神应战 可不要得咸鸭蛋呢 你们的宝贝奥里看到美食是什么样子的 一毛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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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下一题 李小鹏睡觉的姿势 哇 难奖了 抱头睡觉 你 小鹏你手不酸吗 你为什么要抱头睡觉呢 我就习惯了 每天就这样抱头 是不是随时准备做仰卧起座 好 最后一题了对不对 好 两位加油 来 发现臭袜子 一看就知道这臭袜子是谁的 对吧 这个算吗 这个算的 应该算的 那个表情 但是鸡三分嘛对不对 三分 刚才这个举动可以加一分嘛 你知道 奥里对于妈妈的腿 真是一种安全感的所在 他要跑过来 抱着那个腿 那个表情会在后面 他是这样跑的 就是刚才稍微离爸爸妈妈 远一点那种焦虑 全部都释放了